驾 叶耀天 交出叶家屠龙枪 留你父子权尸 成儿 想要我叶家屠龙枪 哼 哪里逃 那要看你有没有命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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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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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儿 谁 啊 成儿 记住叶家族训 宁可血洒三尺地 交枪魂堕凡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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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什么样的废物将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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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 啊 啊 啊 无知 我要回去告诉你们国主 即日起 我大厦疆土 西界三千里 此地而等的尸骨 便是我大厦的戒碑 胆敢逾越雷池半步 西满 王国 属下犹入神皇之威 请神皇大人责罚 好兄弟 你是我大厦最英勇的战士 蒸蒸铁骨 命死不屈 哪来的罪 神皇赞上 属下愧不敢当 好了 你去传我神皇令 上奏国主 五年征战 驱达鲁 绰山河 周遭敌国 现已全部元气大伤 无力再战 我大厦边疆 可三十年高枕无忧 属下孙命 父亲 孩儿现在 已是大厦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神皇 没有辱没我们叶家门美 启禀神皇 当年徒宾 当年徒宾业家满门的人 找到了 是谁 您父亲当年收的一女 叶灵霜 叶灵霜 她在哪儿 江东 不过 不过什么 后天乃是叶灵霜 叶小姐 从未战神之地 卫星少爷到 哟 各位家主聊得挺开心啊 今天请大家来 一方面是想和各位商议一下 明日本小姐和吴道哥哥的订婚宴 如何安排 另一方面 也是想和各位家主提前庆贺一番 顺便聊一聊 咱们江东的未来 那还用说 有叶小姐在 咱们江东各大世家 祖族中群龙有了首脑 叶小姐怎么吩咐 我赵家就怎么走 我前某人说句不好听的 叶小姐明日便要和南京战神订婚 以后的江东 那可都是由战神大人招着的 这是叶小姐 为我江东父老带来的天大福分 我前某人 之后便是叶小姐的马情族 随时听令 我尊家愿以叶小姐马首是瞻 唯命 说得好 来 让咱们恭迎此杯 预示我哥和我嫂子 明天的订婚宴顺理完成 等等 嫂子 怎么了 这么盛大而又高兴的场面 怎么能少得了 叶家那群畜生呢 说得对呀 来人 把叶家那群狗东西 给本少爷带上来 这些都是谁的骨灰 这 这些骨灰的名字 看着怎么都这么熟悉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被锁了这么几个人 一定是个大人 他是谁 各位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江北叶家家主 也是我曾经的义父 那个老畜生 叶奥天 看看这老畜生 如今的样子 是否还有当年的傲气 叶家也有惊体 从今往后 叶家都将臣服于我的脚下 干杯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干嘛呢 这不对吧 这是干什么呀 这就是你想要的 祝我们的未来 不好意思啊 义父 女儿手滑了一下 你这个畜生 不得好死 我不得好死 那你 就是为老不尊 你 当年 我还是个十岁小女孩的时候 你三番两次想要欺负我 少在这里 血口喷人 父亲 不好意思 血灵说 爷爷可是对你最好的 有什么都想着你 要是你还有点良知 父亲 两个混蛋 你个老畜生 重男轻女 轻犯异女 是父杀妻 丧心病狂 你说是 还是不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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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都对 我小天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畜生 我就是要你们叶家上下 错骨扬灰 我要让他们 阴曹地府里都不得安宁 你个小畜生 我跟你拼了 去你了 父亲 父亲 老东西 死到临头了还骂我嫂子 老子今天非要把你活活打死不可 叶家叶臣前来送终 丧文终 这是 这是 卫星 老子 救我 不得好死 这就是 丧魂忠 传说丧魂忠鸣散生 一生静骨蛇 二生血肉露 此生魂飞魄散 无人不 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请来了传说中的丧魂忠 你是谁 叶家 叶臣 你是叶臣 是啊 我的好姐姐 臣儿 你是我的臣儿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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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正是为父 父亲 你没死啊 你 是那个丧心病狂的白眼狼把你打成这样的吗 不是 丧儿 是另有吉人 你走 不用管我 想走 简直是痴人说梦 放心 我杀你 我是不会走的 杀我 就凭你这个丧家之情 也敢口出狂言 梁爽 求求你放过我丞儿一面吧 啊 他不知道以前的事情 你这事求人的态度 给我跪下 丞儿 给我跪下 父亲 父亲 你干什么 父亲 这个奴夫不配让你跪下 啊 我们都给你姐姐跪下 求他放过你 啊 父亲 是您教我的 宁可血洒三尺地 不叫枪魂坠凡尘 快跪下吧 啊 什么都比不过我儿的命啊 果然是人越老 越练情啊 如果放在当年 叶耀天这个老畜生 肯定会先杀了你 然后 他再自杀 也绝对不会低头的 今天能看到这一幕 还真是惊喜啊 父亲 尘儿已经今非昔比 什么 简直是笑话 你 父亲 叶灵霜 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 如果你们还是当年的叶家 这里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可现在 你只是一只可怜的丧家犬 你是准备跟叶灵霜站在一起 来对付我 是要怎样 很好 而且 杀你这条丧家犬 还用得让我们叶娜小姐出手 诚儿 诚儿 快 你别这么说呀 父亲 你还不愿想起诚儿吗 真是父子子孝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父亲 这丧魂中如此重量 我都能搬来 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实力吗 你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吧 还有打量在这里大奉折瓷 就得也不颠量天然自己 今日 赵将必忘 今天南南和叶灵霜好险一气者 七十四岁 灭九族 好大的口气 区区一只丧家犬 也被与天下为敌 我孙某人今天就把话撂这儿 今天我要是不屑你两条胳膊 我孙家从此从江东消失 哼 米粒之助 也敢与昊月正会 不知死活的东西 简直太猖狂了 叶小姐 让我废了她两条腿 可 叶小姐 请允许我把她的两个眼珠子挖起来当球才 好 杀了她 杀了她 把她剁碎了喂狗 剁去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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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各位都这么不知死活 那我将动的天变一变 春儿 你 叶小姐 各位家主 你们大人有大量 饶了这个混账东西 父亲 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对你儿子来说 依旧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春儿 父亲 你觉得你的儿子是个白痴吗 你觉得 我会白白送死吗 该死 都是你们两个畜生 让我忘了小星还在里面 快 等会儿再收拾你们 来人 给我把丧魂中 拖出去扔了 是 小姐 不自量力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叶辰 赶紧把这丧魂中 给我扔了 我还能让你们父子二人一军全尸 好啊 母亲 这 母亲 爷爷 这些 都是你这贱人干的 小畜生 你再敢废话 我就让你跟他们一样 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好 很好 爷爷奶奶 母亲 我叶家百余孤的亡灵祖先们 你们在天之灵 好好看着尘儿 是如何报仇血恨 你是想让我把他放出来是吧 你竟然敢用 悄悄丧魂中的威胁我 就与你这个小畜生 还不够格 那我就让你这个 忘恩负义的东西看看 我够不够格 一生鸣鸣骨折 准杀你这忘恩负义女 你竟然 只能瞧瞧丧魂中 嫂子 救我 我不想死 小心 叶辰 只要你现在收手 我一零双保证 跟你父子二人一句全尸 并且 给你叶家满门风光厚葬 永享香火 看来你还是没有认清现实啊 生中鸣血肉落 你准杀你这蛇蝎心肠之人 叶辰 你找死 你在威胁我 你个丧家犬 狂什么狂 别仗着自己有点本事 就能在叶大小姐面前放肆 我告诉你 叶小姐可是当今南京战神魏无道的未婚妻 还有魏星少爷 乃是战神大人最疼爱的弟弟 你今天要是敢弄死她的话 用不着战神大人出手 我等家族就能立刻碾死你 赵家族所言极是 别以为你这丧家之犬有点实力就能目中无神 我可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全是才是王大 你那顶实力 在我等和叶小姐面前 不过是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你觉得呢 姐姐 我觉得你不过就是一具蝼蚁而已 不过你这只蝼蚁也算有点本事 还真威胁到我了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满足你 但是 你父子二人的命 只能活一个 威胁我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你所谓的权势 在我眼里 只不过是一种尘埃 三生终鸣 来人 给我拦住他 上 魂脱落 准杀你这丧尽天良贼 怎么回事 什么事 怎么了 血 小心 这是魏少爷的血啊 完了 竟然被他给拍死了呀 祸事啊 这是天大的祸事啊 魏战神唯一的亲生弟弟 竟然被你小弟给坑死了 完了 完了 我们日后江东将永无宁日了呀 你还考虑什么整个江东 这狗东西当着咱们这么多人的面 把魏星少爷给杀了 咱们若不拿下这对狗父子 给魏战神一个交代 咱们也得给魏少爷陪葬 对呀 让这小子陪葬 这是好胆 这是好胆 黑熊 在 这 这是魏战神手下 八大汉将之一的黑熊大将军 是啊 黑熊战将虽然是八大战将的末尾 但其实力也是神党杀神 活党杀活的存在呀 你看我就说嘛 魏战神对叶小姐 果然是厚爱有加 连八大战将都给他安排了一人留在身边 叶辰 这丧家却看见了吗 有黑熊战将在此 你这死期到了 嘿 黑熊拜见小姐 嗯 我把他杀了 属下遵命 天哪 黑熊战将就这么死了 叶辰这只丧家犬 现在究竟是何等的实力啊 竟然两根手指 就战胜了魏战神的黑熊将军啊 承儿 你 你的实力 父亲 回头承儿再跟您细说 咱们先报仇 对 我咱们叶家满门的仇 我们全都给我杀了 这 叶凌霜 嗯 你就这点实力吗 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 废物 一群废物 来人 给我把这群废物的尸体 拖下去喂狗 叶凌霜 无能的咆哮是没用的 现在 我给你留个全尸的机会 哼 自断双足 将我母亲 爷爷奶奶的骨灰 一臣 你真以为自己会点武力 就能在这放肆了吗 武力 从来都不是强者的资本 真正的强者 乃首掌天下权 足探武岳士 哦 你的意思是 你的权势就是你的实力了 哦 对 严小姐所言 一点都没错 我告诉你 在这江东城 我们四大世家 便是权势之天 而叶小姐 便是这掌天人 权势之天 没错 我们四大家族 就是江东的天 掌天者 叶臣 你是在质疑我们 江东四大家族的实力吗 我质疑你们的实力 你们够格吗 你们不是要跟我比权势吗 好啊 那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权势掌天 哼 红英 给你三分钟时间 我要让江东四大家族 从地图上永远消失 另外 再给我准备一些骨灰盒来 我要装联我的亲人 我听到了什么 他居然说 让我们江东四大家族 三分钟之内消失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叶臣 你还没有你老子试食物 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居然还在这装腔作势 自取其辱 哎呀 叶小姐 我觉得就不必跟这种废物 带太多废话了吧 您现在就下达江东必杀令 请叶小姐下达江东必杀令 请叶小姐下达江东必杀令 丧家狗 看到了吗 这 才叫权势 江东各大家主听令 我等听令 明日起 即江东所有力量 围猎这对狗父子 切记 围而不杀 猎而不讲 我要这对父子 在整个江城 像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彼此来告诫 小星的在天之灵 谨遵叶小姐之灵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死不能 死到临头 居然还在这里 发布毫无意义的必杀令 我是真不知道 谁给你的勇气 停停 这就叫做 无知者无畏 知道吗 一旦这江东必杀令 下达的话 无论你有通天的本领 也逃不过这全城的追杀 无非 你把这整个江东城 变成一座死城 可惜啊 你根本没那个 噓 各位 我们来听一下 赵家主接的是什么电话 叶晨 你以为你刚才那通电话 真的能让我们四大家族 哎 你电话也响了 看来还挺快 看什么看 接你电话呀 接就接 老子怕你啊 喂 我说个没事 别给老子打电话 说 什么事 咱们家破产了 咱家破产了 不 你说什么 混账东西 你说什么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四大家族 你们 叶小姐 我们赵家 完了 叶小姐 救救我们前家呀 叶小姐 我们李家也被灭了 求求你救救我们李家呀 叶小姐 求你救救李家吧 叶小姐 求你救救咱们吧 这就是你所谓的权势 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 我说过 翻手可灭 叶辰 我承认 你有点实力 不过 你这点实力 在我叶宁双人 还远远不够 哦 我的未婚夫 可是南京战神魏无道 不管他是谁 只要他在我未婚夫面前 都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 死 说的没错 你就算能灭得了 我赵家一时又能如何 叶小姐的未婚夫 是南京战神 今天你态上大事了 我告诉你 你灭了我们四大家族 你还杀了他的亲弟弟 我告诉你 南京战神大人 一定会让你死无藏身之地 原来你们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这 机会给过你们了 既然你们自己想死 那就怨不得我了 叶晨 你当真不怕死吗 二位家主 既然叶小姐还把我当小孩看 那接下来 就请你们二位配合一下 帮叶小姐清醒清醒 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 大人想收的命 没有人能逃得了 大人 叶宁霜 你要是敢杀我 你们父子二人 就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了 看把你吓得 这可不像你叶宁霜的气势 放心吧 本来我打算直接杀了你 可看到今天这个场面 如果就这么杀了你 可就太便宜你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 去找你能找到的 所有靠山和势力 来对付我 我要让你在希望中 感到绝望 你 当然 这也是你的一个机会 因为 机会只有一次 去江北城南陵园 我要用你们的头颅和鲜血 来祭奠我叶家亡魂 铭刻他们的墓碑 叶辰 咬天 三天之后 你们父子二人必须给我死 死 死 叶老 父亲 咱回家 大人 叶老这是怎么了 父亲身体旧伤未愈 有天心伤 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再加上今天的悲怒交加 所有的伤势全部涌了出来 我要即刻送我父亲去医院 红莹 你立刻带人前往江北城南陵园 为我叶家 剑分筑碑 我要在三天后 拿叶宁霜的血 祭奠我叶家亡魂 是 大人 我 我 我 倚天 剑 入海 斩 长 京 安 得屠龙枪 上天落 九霄 屠龙枪 你究竟在哪里 武道 出事了 武道 出事了 小鲜 让人杀死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当年逃走的那个叶家的小畜生 叶晨 今天突然回来了 他不仅救走了叶奥天那个老畜生 灭了四大家族 还当场把小鲜给杀了 我的人还有黑熊战将 没有人能拦住他 废物 全都是废物 那你怎么还活着 那个小畜生太猖狂了 他让我带上所有可以调动的势力和靠山 去叶家那群死鬼的坟节赎罪 他要让我 让我们在坟节赏罪 在绝望中死去 武道 要不 我们把四江的总督大人 还有四大宗师请来吧 这个小畜生 现在实力不俗 多些人 咱们也多些把握呀 区区丧家之犬 还不需要请那么多人 我抬手可觅 而且你不是说过 叶奥天和叶臣分开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屠龙枪的痕迹 那个时候 我找到叶奥天那个老畜生 让黑熊给他上行 拼问过屠龙枪的下落 可恨这个老畜生 嘴巴实在太严了 自始至终 都没有透露过半句 这样说来 就更不用请四大宗师了 哦 我怀疑叶奥天 把屠龙枪 交给了叶臣那个小畜生 要不然 怎么可能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内 就拥有颗斩杀黑熊的实力 对 一定是屠龙枪的秘密 才让这个小畜生活了下来 还让他的实力突飞猛进 战力超强 三日后 我一定要夺回屠龙枪 武道 那个小畜生的实力深不可测 黑熊在他的手里 甚至都接不住他的一张 七大战将 已经完全进入半部宗师 再加上我这个真正的宗师 就算那个畜生是大宗师 也得给我死 我不仅要夺回屠龙枪 还要把那对父子 碎尸万段 来为我弟弟陪葬 好 他不是要为他叶家建坟立碑吗 那我们就当着他的面 挖了他的坟 绝了他的墓 再把他父亲那个老畜生 一刀一刀给活管了 让他好好尝尝 什么是撕心裂肺 无能为力的痛苦 父亲 您安心养伤 孩儿今天 就拿叶宁霜的人头 来祭奠我叶家亡魂 那南京战神魏武岛 你正有把握对付他们 父亲 您放心 别说一个南京战神 就是十个百个 孩儿也不惧 您只管在这儿 等着我的好消息 父亲 您想说什么 没什么 记住弟的话 打不过咱就跑 只要青山在 不怕没缠烧 好 好好看守我父亲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 可杀无论 是 父亲 孩儿去了 诚儿啊 一定要小心啊 去吧 诚儿 我不告诉你 等你灭我叶家的主力 即使是四乡总督和四大宗师 是怕你冲动吗 一个魏武道就很危险了 若是再加上那些人 嘿嘿 恭喜四大宗师 再灭一族 突然回来了 他不仅就走了 叶奥天那个老畜生 灭了四大家族 还当场把小鑫给杀了 我的人还有黑熊战将 没有人能拦住他 申闵 坏